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风光秀丽的图书台附近建有戒子园 戒子就是戒太子 取此名有戒子虚拟之意 戒子虚拟是佛教用语 意思是 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大小关系 有时要从事物表面说 有时要从道理上去领会 在话坛上 此话谱影响深远 诗会无涯 光绪十三年 何庸在后绪中写道 一并经年 面对此谱 拖点过流之乐 提连约 记收成国归言下 全著胡山在墓中 戒子原画谱由李渔出版 李渔女婿沈心有集王氏王盖 王师 王念三兄弟编绘而成 三百多年间 此书影响名人无数 近现代话坛的名家如黄斌红 齐白石 潘仙寿 傅鲍石等 都把戒子原画谱作为入门的范本 称戒子原画谱为启蒙之良师 一点也不过分 画坛巨像 齐白石 幼年佳品 初以雕花为生 二十岁那年 文从沈梦了解 齐白石随时外出作活 见到一主故家 有乾隆年间翻课的戒子原画谱 随见来用勾引雷公像的方法 画了半年之久 勾引了十六本之多 为其后来绘画大厦良好基础 国画家潘天授 十四岁到县城读书时 买到一部戒子原画谱 此书成了他学画的第一位老师 虽无人指导 他照谱学画 如醉如痴 画家复报时将此书当作自己的部门之师 多年临摹之后 迈出了画家生涯的第一部 他自己是画谱的受益者 他对子女也要求必须临摹有一定水平后 再开始学画 那你再说一句是不是画的 何用适合 那你再说一句话吧 你看来 ON 还是 Talon 少许 我这说一句话 你不想要我这уди话